看懂饼干营养成分 含量上限有三个关键数字 饼干种类五花八门 每一款都有它的营养特色 同样有它的营养现金 想知道吃饼干时要留意什么 首先我们把饼干 简单分为咸饼干和甜饼干 所有的甜饼干 都要注意脂肪和糖分的含量 尤其是巧克力饼干 还有甜的夹心饼干 这类型的饼干的营养特色是什么呢 它们的脂肪非常高 糖分也非常高 可能说100克这类型的朱古力饼 有三四十克甚至更高的脂肪含量 你要知道30克的脂肪 就大概等于6茶匙的油 所以你想想 如果当你吃100克的朱古力饼干的话 就等于喝了6茶匙的油之外 还有其他的原料素在里面 那自己糖分方面呢 每4克的糖就等于1茶匙的白砂糖 那你就可以看回了 如果以100克的朱古力饼为例的话呢 如果它当中有20克是糖的话呢 那它就有5茶匙的糖了 那其实糖分也很高 那就等于你吃着砂糖了 不想吃到太多油和糖 14和10这两个数字就是关键 以每100克的饼干为例呢 那我们希望呢 不要选一些超过有14克脂肪的饼干 那至于糖分方面呢 如果以100克的饼干为例呢 我们会建议呢 尽量不要超过10克的糖分呢 就算是比较低糖的饼干的类别了 吃甜饼干容易吃到太多糖和油会发胖 那吃咸饼干不就好了 话不是这样讲 就算少了糖 咸饼干也有钠含量过高的问题 每人每日呢 其实呢 建议纳质的上限呢 不要超过2000毫克 因为要吸收过量的纳质呢 就会影响我们的心血管健康 容易有血压高 肾脏会比较 劳损 再加上可能有机会 有机会有引发到心血管疾病 那记住了 要每100克的饼干 尽量要低于600毫克的纳质 越少越好 那这个咸饼干 令到你会有水肿 或者令到你血压高的机会 就会减低很多